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我来引发 2023年刚刚到来 去有风的地方就给这一年开了个好头 吸引了不少网友追更 由李宪和刘一飞主演的这部剧 获得了网友们很高的评价 精致的画面设计与主演们的颜值 都给观众们带来了极大的审美享受 而从这部剧中 很多人也都找到了自己心中理想的一片净土 而去有风的地方的题材 同样是很大的一个加分项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去有风的地方获得这么多夸奖 也是情有可原的 在剧情的开头 许红豆就因为闺蜜去世下决心 改变自己来到了云苗村 而在最新的剧情中 许红豆的云苗村之旅也告一段落 谢之遥将她送到机场 两人的告别情景温情而又催泪 从这一段剧情中 可以很好地看出两位主演的演技水平 不少观众被他们带入了剧中的情绪 《异地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谢之遥和许红豆的分别也让人看后不忍 观众们纷纷开始关注起两人的未来 同时 作为这部剧隐形的主角 云苗村 很多观众也发出疑问 想知道许红豆以后还会不会回来 期待去有风的地方的后续剧情 也期待看到许红豆重新回到云苗村 幸福的选择 生活的答案 接在风里 谁看谁知道 去有风的地方真的是质疑戏 田园爱情治愈剧 去有风的地方持续热播 口碑不错 人气不断飙升 火了 去有风的地方 景美 人美 爱情 亲情 友情也感人 去有风的地方持续热播 喜洲古镇火了 凤阳一火了 天灯海平火了 沙溪古镇火了 尔海也火了 人头攒动 尔海边 李线与刘亦飞并肩聊天 李线拿出自己亲手做的离别礼物 送给刘亦飞 两人几句打去几句调侃 都将离别的伤感各自藏在心里 尔海的风在轻轻地吹 吹着李线脸上的笑 吹着谢之谣内心控制不住的情绪 尔海的风在轻轻地吹 吹着刘亦飞的秀发 吹着许红豆的美 尚心持续追剧 看到去有风的地方这一段的时候 眼眶已经湿润 去有风的地方将群像刻画得十分生动 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探究 我们心里真实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 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果然 许红豆谢之谣组成的田园治愈系 CP红豆摇摇冰 真的是小伙慢顿 让风吹回家乡的谢之谣 放弃高薪工作 而选择回到云辽村发展自己的事业 渐渐的 谢之谣家的饭桌上 越来越频繁出现许红豆的身影 借风生长的许红豆 原本内心强大有韧镜 在经历了闺蜜去世后 状态陷入低谷 因而 依然辞去北京工作 来到云南 来到云辽村的有风小院休息 调整自己 时光荏苒 不知不觉中 许红豆的照片墙 慢慢被谢之谣霸占 让镜头和思绪 以及感动 再回到晚霞中的尔海 尔海边的风 依然在吹 吹着谢之谣内心 控制不住的情绪 吹着许红豆的美 李线与刘亦飞并肩聊天 李线拿出自己亲手做的 离别礼物送给刘亦飞 两人几句打去几句调侃 都将离别的伤感 各自藏在心里 最后的最后 谢之谣深情告白许红豆 在海边一个有风吹过的地方 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 许红豆装造太美了 而海边风吹的许红豆 美得让人心颤 而海边对风吹着的许红豆 听到谢之谣风中的告白 感动得落泪 是啊 在海边一个有风吹过的地方 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 这段告白真的是直戳内心 这段告白戏份 上心反复看了好几遍 每一遍都很感动 这是直接把观众看哭的节奏啊 上心看到此处 也不知道咋地 就是情不自禁眼泪自己往下滴 上心又刷了好几遍完整版表白 你这人刚刚好 刚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 谢之谣向许红豆谈记离别的伤感 以及在北京的时候 经过许红豆工作的酒店 却从来没走进去过 谢之谣这段表白是教科书级别 他的表白真挚又浪漫 因为爱你 所以向你表达我真诚的爱意 也因为爱你 选择放手让你去过你想要的生活 还有红豆摇摇冰机场拥抱 这幕也很好哭 第一次拥抱是告白 第二次拥抱是告别 好伤感 不得不说 李线刘亦菲演的好自然 让人疯狂入戏 感情就是干干净净 轻轻松松 怎么感觉李线在这剧里啥时候 嘴都咧着笑呢 喜欢就表白 不虐恋 不做做 不纠结 干干净净 简简单单 多好 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 李线的演技真的值得褒奖的 她的爱情观也是非常正 爱情就是不能强求 而是水到渠成 两情相悦是最好的禁地 谢之遥的三观好正 这么完美的男人 让许红都遇上了 田园爱情治愈剧 去有风的地方持续热播 而海边 李线拿出自己亲手做的离别礼物 刘亦菲感动落泪 而海边的晚霞和落日 见证了谢之遥 许红豆逐渐相爱的过程 有风 真的是治愈戏 虽然许红豆的三个月 《云南之旅》结束了 但我却依然期待着 她再回来 出上三个月 一个好的作品 不仅跟创作者 有着极大的关系 更会因对表演者 面生滑与进化 就像大麦的离开 让我有些伤感 马爷的离开 让我有些唏嘘 红豆的离开 让我产生了 无比的痛苦与不舍 就像娜娜 夜深人静时 一个人的哭泣 常常看笔者文章的朋友 大多都知道 笔者是一个内在 较为腹黑的创作者 我不喜欢大团圆式的结局 也不喜欢太过正面 正能量的甘大创作 但这一次 我真的被 去有风的地方给治愈了 困住了 至少是第二集到第二十五集 在云丹大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 在这个比较冷门的观光小村庄里 到处都充满了让人上瘾的味道 我不知道也不清楚 去有风的地方 究竟有何魔力 除了第一集与第二十六集之外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一种平淡与无趣中度过 几乎每个人都在一种让我无法理解的状态下生活着 他们不急不躁 他们悠哉悠哉 他们有着与你 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生理念 与人生追求 即便是回乡创业的谢之遥 还有渴望人生价值的新一代也一样 此文章戏 《花玉涵》原创文章 《非花玉涵》账号发布 皆为抄袭与搬运 也许会有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 也许会有许多人认为 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更加内眷 但这恰恰是去有风的地方 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所在 这样的慢节奏 这样的一群人 无论是人格还是性格 无论是故事还是事故 都完全脱离了在大城市中 整日面朝黄土被朝天打工人的想象与认知 原来人生还可以如此 原来我还有机会用如此慢的节奏生活 也许世间的是 总不会有完美的那一天 如果陈南兴对于许红豆 如同陈南兴对于去有风的地方 虽然她的存在 证实了去有风的地方 是志愈系的作品 可对于我来说 她就像一个毛刺浅浅地扎在皮肤中 不经意间 你不会注意到好的存在 经意间 你会被她搞得作物不完 她不会让你太痛 却又让你很难将她彻底忘却 只要她在一天 你都无法被彻底治愈 也许陈南兴只是编剧习惯使然 也许陈南兴只是创作团队的无心之师 作为一部被我放上一看再看 偶尔重看榜单的作品 去有风的地方没有风起云涌 没有波澜壮阔 也没有寓意伸长 她只有一种过分平淡的气息 一种让我也闻到了熟悉气息的感觉 或许陈南兴的存在 能给许红豆一个远赴云南的理由 一个离开云南的借口 但我宁愿陈南兴从未曾在许红豆的生命中出现过 没有多少人会经历如此痛苦的悲伤 该有更多人去经历如此平淡、平静的生活 三个月的有风小院生活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这是一份生活对于每个人的馈赠 这是一份去有风的地方对于我的馈赠 我并没被那四季如春的自然环境所吸引 也没有被陈南兴的离开所摧毁 我只喜欢看红豆在有风小院中的发呆时光 我只喜欢看红豆在村中无所事事走来走去的时光 也许这才是最完美的去有风的地方